三 關於行之量定系實體法 賦予法院得一職權材量之事項 此行為刑法之最重 一旦執行無可回復 而人之權利均源於生命 有生命才有權利 無生命一切無有 歐洲西方世界自16世紀起 因文藝復興運動及稍後製工業革命 開啟近代文明 尋至現代 社會人文制度 經濟物質條件發達 相為配套 尊重生命 廢除死刑 無非水到渠成 歐洲人權公約 由此皆是 但於東方世界 自古奉殺人 常命為鐵律 閒任天經地義 尤其華人世界 視聽包青天故事 開砸一聲令下 莫不大快人心 語經由然 以此角度觀察 東西文明相比 價值判斷迥毅 細不爭的實情 在我國最新西方文明 福音廢除死刑制度人士 雖然大聲極力呼籲 卻少見理念基礎論述的宣揚 縱於引進文明心思維 非無貢獻 但整體社會條件未真成熟 反對人士依然站在維持傳統立場 民意調查顯示 比例遠遠超過80%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 也認為死刑上不違憲 從而在立法機關尤未完成 全面廢除死刑的修法情況下 現階段的司法 只能以審慎判死的態度處理 不幸的是 少數國人盡有 殺人不會判死 只殺一個不致被處死的錯誤觀念 兒童是族群繁衍的希望 既天真又無邪 但防禦能力弱 即便是古代殘忍的戰爭 也多半不會對兒童進行殺戮 現今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更宣示應對於兒童權益多所保護 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同此一旨 其實兒童亦屬獨立個體 並非父母資產之一部分 父母有撫養義務 但無侵害權力 俗云無獨不食子 縱令兒童父母如何由其主觀上理由 仍然無許痛下毒手 殺害兒童子女 早已成為文明國家的人民共識 因此殺害兒童 無論出於如何動機 行為人的主觀上性格 顯然凶殘暴力 鐵石心腸 客觀上飛彈欺負弱小 尤其剝奪兒童平順長大成人的機會 絲毫不尊重幼小生命權 危害社會治安盛大 堪認足以該當於最嚴重的犯罪情形之一種 至於行為人有無教化可能 雖屬法院量刑時當於省卓之事項 但並非唯一 若所犯情節嚴重 自難因此截免死刑陰暴 何況行為人自知客觀之死最難逃 求其生不可得 主動一心求死 則法院宣處死刑 仍然符合死者與我皆無憾焉的骨訓 不深所謂利用司法而自殺的問題 東方人跟西方對於就是 對於死亡這件事情能不能夠被 被他人能夠左右的這種看法 就是東方人應該要支持事情這樣 以前誓死為 就是假設你犯罪就是鐵律 所以在東方社會費死這一件事情 還沒有得到很完善的重視在制度上 一開始他描寫歐洲社會跟華人社會 最早是蠻客觀的 他就是為了反駁西方 他為了提出東方跟西方社會價值觀不同 才特別去寫的西方 其實我有點沒有很懂這一段 沒有那麼第一線就是可以就是讀進去 啊再講這個 而是要看完然後 再重新掃一下關鍵的資訊 才知道他到底大概的重點在哪裡 因為 呃 就是 怎麼講 語言密集度沒有那麼高 算是比較在宣揚費死的人吧 因為他會直接說 殺人不會被判死刑 只殺一個不會被處死 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所以很明顯這個人就是在支持費死 支持 被處死書的 一個文字 費死年 這是一個判決書嗎 這個是真正在進行判決 真的判決 真的判決 可是你有沒有清晰 不是 不是 我真的以為是報章大致的文章欸 這個感覺比較像是 在書寫自己的觀點的 很嚴重就是看得出來說是 自己個人觀點的文章 然後判決書感覺應該是比較 中立或是客觀的寫出來 他一直好像站在一個仲裁者的角度上面 在講你是怎麼樣的 他是怎麼樣的 你們兩個誰好誰壞 然後我判決 就像小時候 家長給兩個孩子分堂一樣 你做壞事了 你就沒有糖吃 然後另外一個就有糖吃了 就是放盡太多自己的主觀意思 然後把就是 把就是所謂的 人權公益會把它化約成西方的文明 然後 然後把 他自己的想法化約成什麼東方的文明 我覺得這種做法也是蠻奇怪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沒有判死的 就是會判死期 其實他會覺得說 那個罪罰行不夠重 所以 那個沒有達到嚇阻的效果 所以才 別人會有觀念說 只殺一個不會被判死期 這樣 他最後講說什麼 少數國人竟有 殺人不會判死 只殺一個 不自非判死的錯誤觀念 看到這句話感覺就是 要判死的意思 他竟然被判死期 但是我覺得這個文章的內容 讓我覺得 他是支持費死的人 這樣有點互相矛盾抵觸的感覺 可是這明明前後段就是矛盾 就是 不能這樣子連接下去啊 我覺得如果他去修什麼批判思考 一定會被老師罵的那一種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他講的都是客觀的事實 他已經覺得 他有罪了才去寫這些的話 就會比較主觀 對 包青天如果就是犯了錯 然後就殺人 然後這樣子很大 很大塊人心 然後他說今天 到今天也是一樣 因為我法官有權利 然後自己像包青天這樣 就是一聲令下 我就開閘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很痛快這樣子 沒有 真的沒有大塊人心 沒有 我不知道 我自己不會因為有人被判死期 然後趕快開心 對 他是壞人 那殺了他 不應該感到大快人心 對 就是 還是要注重人權 對 就是關於包青天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他真的是 就是他好像受這個文化 好像蠻 影響蠻深遠的 我自己是還好啦 對對對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太偏頗了 我自己覺得啊 就是 就是 就像我還蠻不喜歡有華人 社會這個詞 就是 有一種就是好像 什麼 只要是黃總人 就應該要 怎麼樣怎麼樣 對 對 父親一開始 為什麼要交替他的小孩和親子 這應該是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說你讓他繼續活下去 那他會對社會有好的影響還是外 因為從外部觀察來看他已經影響了小孩 對 我很認同就是 小孩都有長成大人的權利 對法律不經 他是 就是殺害自己的 直系親屬應該是死刑人 沒錯吧 所以 判他死刑 因為他死刑就這麼堅決 所以我覺得判死刑的人 現在來看是很正當的 那這段文字出現在判決書 嗯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因為他講的都是事實 對 可是敘述而已 好像也沒有什麼罰關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這樣也蠻不客觀的 因為 生命為什麼要被 有區別 就是生命的價值為什麼要被 這樣子的區別 為什麼殺小孩這個人就比較 清潔比較壯大 不殺誰有罪 我覺得只要有傷害罪都是一樣的 不應該剝奪別人的生命是沒有錯 但是如果說 他不應該剝奪他的生命 那 你 該不該剝奪他的生命 但是 基於社會還未成熟 有社會的壓力 他才會判他死刑 我的感覺是這樣 那至於這段文字合不合適 嗯 因為我也不是法律相關的 但是 我可以感覺到那個法官的壓力 如果好我們這樣解讀 就是他想死我們 因為用司法神經不讓他死 所以我就不判他死心 這樣子嗎 這樣會比較有道理嗎 就好像說 反正他也想死 所以我讓他死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我覺得這讓我是覺得蠻奇怪的地方 我覺得這 應該不是 大家 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吧 你這樣子讓他死 也不會比較有道理啊 我覺得一個人他會選擇去 自殺或者什麼的話 一定 一定 他對自己的生活 或者更進一步說 對他生命的話 應該是很絕望很難過 所以說死者本身殺人的動機 或是他的背景什麼的 我覺得應該不是 不太被這個法官所了解 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去關注到他 後面 後面的 就是會造成這個父親這樣子 以及他去殺人這些 動機背後的社會因素 我覺得可能是比較 比較 我們比較去關注的 這件事情他不應該在這裡面強調 因為他的判決應該要 跟他有沒有做出 他想死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 不應該去影響到判決 他覺得他該死他才該死 他覺得他不該死他才不該死 跟他有沒有想要死 沒有關係 就好像是順著他的意 然後判了死刑 就會覺得 會去思考 刑法的那種處罰的價值在哪裡 就是 是要處罰他 還是去處罰那些 被這些事件傷到的人 對 因為他 他既然都想死了 那怎麼會有 不深利用司法而自殺的問題 因為他 這樣的行為就是 利用司法在自殺 我覺得啦 我是無法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判決 因為你沒有告訴我這個判決的合理性在哪裡 只是跟他說 大家都覺得你應該死 好像那種感覺就是 要看明一種 他覺得別人是 死刑是不違建的 然後大家覺得 殺一個人 不會判死我們之類的 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 剛剛我們接受 對 或者說 就是傳統 就是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做的 這個也很難讓我 接受的事情在現在 是一個合理的東西 這樣子 不要有一些 情緒化的字眼 什麼 行為人的主觀 上性格顯然 兇殘暴力 鐵絲心腸 他是憑什麼去 就是 直接用詞這麼強烈 他講的就是說什麼 什麼 死者與我結婚的故訓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應該直接用這種 就是 一個 當然這可能跟就是死刑 他本身有個 就是 對於 好像是一個社會的一個 那個 有關 對 但是 我是蠻不喜歡看到 這樣的說法 對 至少對我來講 寫白話一點 就是感覺引用很多以前的話 或是什麼的 當然可能 就是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懂 就是可能 那些文字 然後如果你寫白話 就是可能 不要像 法條或是什麼 就可能大家就可以 比較看得懂 就要咬文覺知一點 感覺要 就寫出來比較學術厲害的感覺 就無法讓一般人都能讀懂 這方面的話 就讓社會大眾能理解每一件案件的話 會有困難的地方 最高法院喔 這個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就是他已經定言了 我覺得就是 畢竟就是 法治社會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法治基礎 然後它是建立在 就是 符合 就是它應該就是 在一個民主過程中 然後建立起一個 符合現在 價值觀的一個 方法 如果是作為一個 旁觀者的話 至少你要讓我知道說 為什麼 用死刑去處理這些案件 是合理的 那個 基礎 那個客觀的基礎 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不是就是說 大家啊 覺得 殺人沒關係 或者是覺得 死刑被 報復啊 恢復那個 受害者的 性感傷的那些 傷害呢 應該有一些 依據吧 他死刑應該有一個依據 至少要把那個依據告訴你 但這些 這些會讓我覺得 好像新聞記者在寫的那些東西